維銘我們剛看到的是黃仁軒新的談話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是說在近期AI伺服器建構了大量的資料中心 可是事實上資料中心是一個吃電怪獸 他們每一次的運算都要用到大量的電力 所以呢我們會看到黃仁軒說 其實核電也是一種選項 當然他不是說呢 所有的這一些AI的資料中心都要用核電 而是呢他是在現階段再生能源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提供一個穩定的供給的情況之下 核電呢是可以幫助AI來去做一個更長遠的發展 所以呢現在的缺電的問題 可能會導致目前現有的一些資料中心 他沒有辦法達到滿載的狀態 或者是呢他們可能在未來去選一些 我們要去蓋新的資料中心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被迫去選擇一些 可能人煙比較稀少的地方 而電力比較充沛的地方 所以如果電力的供給能夠更加穩定 對於AI的發展一定是有正向的幫助 那另外我們也知道說 在近期中國對於NVIDIA的這個晶片採購上面 有口頭上面呢就是建議說中國的公司 還是呢就是跟中國裡面的這一些 呃買中國晶片啦 那當然說黃仁勳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這個我們以前也跟大家提過 原因是因為呢 中國目前占整個NVIDIA的營收貢獻 仍然高達13% 而且在今年來講的話 營收成長高達30% 所以NVIDIA當然不會放棄中國這樣的市場 我們也可以從過去他推出了H20這樣的晶片 來去發現說NVIDIA事實上還是盡可能的去滿足中國這裡的需求 但前提就是呢要遵守美國政府的法規 所以只要在遵守美國政府的法規的前提之下 當然能夠跟中國做生意 我想NVIDIA還是不會去做放棄 那當然我們要了解到NVIDIA在全球目前整個顯卡的地位的話 回顧過去20年在GPU的市場上面 NVIDIA基本上就是一隻獨秀 他沒有對手 雖然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AMD可能還可以跟他較勁 但是呢從這一個我們虛擬貨幣挖礦顯卡的熱潮過後 這個GeForce RTX 30 基本上顯卡就已經吃掉了全球大概八成的市佔率 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任何的對手 AMD Intel都打不死他 而且到目前局面也沒有被打破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市場呢 他不得不去依賴NVIDIA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美國商務部 在禮拜一的時候公布了一項新的規定 就是想要去放鬆出口管制 但這個放鬆出口管制不是對中國放鬆 而是呢對中東放鬆 這個放鬆是什麼概念 原本以前中東如果要去做進口的話呢 那這個NVIDIA必須要先去做申報 要先去做審核 而現在是允許中東呢 你如果有一些這些企業跟公司 他想要去進口這樣的晶片 他可以自己去提交申請 而這個申請啊所謂的驗證終端用戶 就代表呢哦我允許美國政府呢 就是派人來查現場來查 我定期回報給你 我取得了這樣子的驗證以後呢 那NVIDIA就可以照一般的流程 出貨晶片給中東 那這個對於台灣來講 然後我認為是一個利多啦 因為台灣有很多的這一些 呃所謂的代工廠 那其實他們也有出所謂的中東案子 所以中東案子如果能夠順利通過 對於後面我們的這一個 所謂的呃上市櫃的企業公司營收 還是會有貢獻的 那另外中國也在大力的扶持 他們自己本土的所謂的科技巨頭 那也要求中國企業去購買 他們自己中國自己的AI晶片 但是呢我們也提到了說 在這個晶片上面的強度 仍然是有差的 而且中國政府 他們這次推出來的政策 不是禁止你去買NVIDIA晶片 而是口頭上面建議你呢 可以盡量跟我們中國國內的 這一個AI晶片 多買一點就盡量多買一點 那我們也知道了 現在的這個TikTok母公司 自己的跳動 他們就是計畫要採用華為的晶片 華為的晶片是深騰910B 它的製程是7奈米 用中芯國際7奈米的製程 可是我們要知道H200喔 在H200我們還沒到Blackwell H200的話就是用台積電4奈米的製程 所以現階段用深騰910B的 這一個運算能力 大概只能去處理一些 比較低難度的運算 要建構所謂的AI大模型 你終究還是只能用NVIDIA的晶片 這個是中國沒有辦法突破的 那因為中國也想要在 半導體的製程上面去做突破 所以呢我們也知道說 中國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錢 963億美元 大概是3.05兆的台幣 在發展國內的這個 所謂的半導體供應鏈的自主化 可是要突破這個技術天花板太難了 因為呢他們沒有EUV機台 而在現在他們的這一個曝光機能 做到65奈米 雖然比2022年的90奈米 已經還要來著更加進步 可是距離現階段的EUV 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天花板擺在那邊 我相信中國在距離 整個追上半導體製程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路 甚至在未來能不能追上都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還要觀察到的是蘋果呢 現在在做所謂的iPhone的生產 原先都是在加州設計 在中國組裝 然後在台灣生產這個所謂的大腦 核心大腦晶片 那現在呢傳出A16的晶片 有可能要在亞利桑那廠去做生產 那我們要特別跟大家講 這個A16的晶片是蘋果的A16晶片 不是台積電的1.6這個奈米的晶片 所以呢如果真的這個A16晶片 有辦法在美國量產的話 有人會擔心說 是不是台灣的細頓的地位會下降 但事實上所有的先進製程 我們也知道台積電都會先從台灣開始 所以呢我想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真的能夠在美國生產 他們的成本也勢必會去做提高 所以台灣現階段 在半導體晶片生產上面 還是有一些成本上的優勢 那另外合作科技的董事長 童子賢也表示台灣在AI的硬體 確實是非常的這個卓越優越 可是在軟體上面相對的比較弱勢 那因為過去台灣在整個ICT產業上面的 這個所謂的累積積累 所以讓我們呢在成本上 還有我們整個供應鏈的完整度 都比其他國家還要來的更好 因此呢在未來的十年呢 就算我們的軟體可能現在還沒有那麼強 但至少呢 我們在硬體上面的優勢還不會喪失 那我們還知道在上禮拜 也跟大家聊過了Intel的部分 Intel在目前啊 雖然有考慮要把這些賠錢的部分 去做財務上面的改善 可是呢我們也知道在年底 現在傳出85億美元的這一個 所謂的援助 這個直接的補助要來了 這時候呢他可能就會跟高通這邊 要去做所謂的合併呢要先暫緩 因為一旦呢他們真的要去討論合併的時候 就有可能引發所謂的反壟斷的這個調查 那這時候補助呢就會先暫停下來 所以在現階段要拿到這個補助的話 我想這一個合併的問題或者是這個事件 可能還要再往後延續 那麼最後的話我們還要看到的是呢 因為受惠於整個AI的科技浪潮 美光在上禮拜公佈的這個財報 相當的優越 不管是在Netflash 還是在這個所謂的DRAM上面 營收成長率都將近百分之百 那對於未來兩年的HBM高頻寬記憶體呢 也都已經銷售一空 所以在整個AI的這個伺服器的浪潮啊 都還沒有結束之下 我認為整個AI的產業科技產業 都會受惠於這樣的浪潮而持續的成長 那雖然HBM他的這個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強啦 然後我們剛才也提到兩年都已經銷售一空 可是呢在於比較中低階的記憶體 現階段的庫存水位仍然還是相對的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也觀察到了記憶體比較中低階的 DRAM的顆粒報價還沒有跟著漲上來 因此也就代表說記憶體它是一個先進比較高階的 它的這個熱度是比較高 可是你中低階的記憶體事況 仍然沒有爬起來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大者恒大 強者恒強的產業狀況 這也是投資朋友可能需要去做留意的一個部分 那我打算那這樣就很像邏輯晶片啦 邏輯晶片的這個先進晶片 這個高階的晶片 事實上確實是供不應求 但是比較成熟製程的晶片 確實價格殺的很兇 對 因為現在先進製程的晶片 基本上就是台積電能做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先進製程 沒有任何的所謂的這個 供過於求的問題 可是在成熟製程的話 它就會有供過於求的問題 價格當然也會受到壓力 這就是我們現在觀察到的一個狀況 也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個部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還有我 聽到的 有些精神 小鈴鐺